她是吃遍京城的北京姑娘 她是初来乍到的加拿大小伙 当俊男美女 邂逅在这比爷爷的爷爷还老的 百年小街男螺骨巷 会发生什么呢 我保证她会爱上她 我肯定会爱上她 时尚荣宴奥运特别节目 完善北京之梦瑶小龙 艳逸男螺骨巷 隆重登场 小龙 我问你啊 250年前你在干嘛 250年前 我还小呢 我还在原地里跑啊 250年前你还小啊 那你小时候来过这儿吗 应该没来过吧 250年前还没你 那你怎么可能来过 哦对了 不要说你想不起来啊 这条巷子就算你两天不来 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因为这条巷子虽然古老 但现在已经是时尚客门必来的地方了 有很多很多好玩有意思的店了 我今天就带你好好地逛一逛了呀 好 想要我跟你说哦 酒吧已经是南螺骨巷的一景了 这条巷子可能不足千米 但是二十多家酒吧 嗯 而且很多酒吧的名字都很别致 你知道这个吗 这个英文很容易叫taste 但是中文 中文那两个字你会念吗 那两个字一个我会念 就是什么第一个不知道 是什么皮膜 是皮膜 是皮膜 不开玩笑好好地念 我不知道一遍 我以为是去膜 我摸 没有啦 这两个字是 就是这个字是扎 那个是摸 但是北京的念法是 萨玛 萨玛 对对对 萨玛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英文taste的意思 哦 taste 它是一些品味 哦 我们去扎玛吧 哦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哦 是这样 那我们先去看看 有什么好扎玛的 走 好 OK 从外面看平淡无奇 进到里边却别有洞天 旧式的青砖小楼 古朴的雕花门窗 郁郁葱葱的各式绿植 还有跟真的式的花鹦鹉 小小月落 到处都充满实情画意呢 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 太阳刚落下去 天还没黑 然后你坐在这个小院中间 四周都是青春的植物环绕 是 那就喝着茶 扇着扇子 很很romantic 很惬意呢 yes 进到这个很有情调的 粉红色房间 孟瑶和小龙才真的像一对 浪漫的情侣呢 院子里很舒服 房间里却很温馨 一步之遥两种天地 无论朋友还是情侣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落哦 据我了解 这条街呢是元大都建的 它保留了这个风貌 从古建筑来说 可能这个是最古的建筑 其他的二楼有两处 都是后街的 这个是在民国初年盖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过来 我们去这个房间看一看好吗 哇 什么 这挺棒 北京欢迎您 这是我最喜欢的娃娃 你看就有我都认识这个叫贝贝 这个叫晶晶 这个叫 欢欢 然后这个是银银 还有这个是蜜蜜 那这五个你最喜欢的那个 那我我就比较喜欢 欢欢 因为它火力很大 火力大 我喜欢晶晶 哦 对对对 因为晶晶是黑眼圈 就特别可爱 熊猫是国宝 这是他们店里的一个留言板 是吗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主题 就是你要针对那个主题 然后想写什么话写给谁看都可以 那你看马上到奥运会了吗 他这边的这个主题墙就变成奥运主题 是 你瞧这边写的你看都被留言盖住了 同一个世界 还可以隐约看到一点 同一个梦想 就是一个奥运主题 就好比说在奥运会的时候 你最喜欢哪个球银 你对那场比赛的有什么看法呀 你对那场比赛的有什么看法呀 那挺好 你来的时候就写起来 就拿小银银跟他 那我们两个也写一条吧 好啊 好 我写英文啊 加油 中国 我 卖小龙 200 我不好意思给大家看写的太乱了 我这个才切题呢 看小龙 摇摇 到此 扎马 扎马酒吧 南鲁虎巷106号 巷子里唯一现存的二层小楼 特色推荐 奥运留言祥 让你畅所欲言 咱们玩了酒吧 孟瑶和小龙又来到南鲁虎巷的大街上 放着旁边这么多店不进 孟瑶这光带人家走啊走啊走的 只要笨哪儿啊 小龙我问你你知道巩俐吗 巩俐没听说过 那有名的那演员张子怡 张子怡 张子怡我当然听说过 我最喜欢就是张子怡啊 真的吗 你看你那样子 你是第一张子怡第二 真会说话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 这是张子怡上大学时候的母校 著名的中央戏剧学院 门就开在东明花胡同里 可有名了呢 那那肯定有好有好多人可能碰到他 我就认识他你想一想 有可能啊 那我们去看看有没有认识他 还有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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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在这见过张子怡啊 没有 张子怡那么大的外人也不可能上这来人 对对 人家都是中西毕业的呀 对他们来职位直接上中西 这完会人就走了 嗯 有没有比我们更大的名气的人 来过你的店吗 他你是那种 你别管他别管他看我 哈哈哈 你我不认识 哈哈哈你不认识啊 哈哈哈 哦 我得看这个 好这个是瓶子 还有一个牛的图片 念字 哦 麦小龙酸牛奶 明明是蜂蜜酸牛奶 就随时要把这个名字提一下 这好害眼啊 蒙瑶牛奶酸牛奶 酸牛奶 你看他这个酸牛奶就是很特别 你现在在超市买的酸奶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那个小小小盒子的 对吧盒装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瓷瓶装的 这个没没见过 我跟你说这个可有年头了呢 我们小时候哦 喝的就是这样的酸奶 那这种的酸奶比那个荷庄的好喝吗 对就是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因为现在在大型的超市里面都买不到了 就是这样的胡同里头的小卖店才会有的哦 哦那怎么办 喝完了这个瓶子嘛 就喀就摔了 你看你看就这样啊 你就是喝完了之后 你就把瓶子放回来 然后他再关心的进去 然后也都很环保 都是拿纸做服务的 哦那挺好 就是环保 对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少钱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喝 阿姨你们家酸奶有凉的吗 有 能不能请我们两位大明镜 喝你们的酸奶吗 你喝我的酸奶 哈哈哈哈 梦里好酸 有拿针好喝 有拿针好喝 转一杯夹娘飘远 放湖通里就像飞人长 当浪上这儿的夕阳灰浪波浪滚香 黑心的处处有一点多 跟山来了蹲着蹲来人的坐着 坐来了躺着 躺来了趴着 躺来了趴着 趴来了睡着 睡不着迷着 要一起把歌是本儿用面子 好喝 对 哎 不好喝 或是 好喝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